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今天是9月第一交易日 因為認真第一交易日 是打風打了它 現在來說 我們看到今天第一交易日 不用說什麼移動 很多股票都已經移動 這個情況之中就是這樣看的 很多人應該說 爲何爺爺都沒有出十幾萬億 幾十萬億 幾百億 來到救市 為什麼市會移動呢 其實很簡單 我講的是 爺爺正在用的是一個滴水救市的策略 很多東西爺爺正在用的 一定不是大水萬灌 因為現在很多的工具 是比較精準了 其實就是因爲數據收集得比較好一些 所以它做到的方面 就是在地產股方面 或者其他企業方面 它們做到是一成一策 即是不同的城市 根本有不同的問題要面對 所以它要開一個特別的策 另一種是一棋一策 一棋一策 特別是針對那些內房業 內房業 很多人都覺得有一件事 就是說 死了死了死了 借那麼多錢借那麼多錢 這個就是因為我們沒見過大場面 借錢多是不用死的 借錢少那些才被大耳洞逼死的 如果你借的錢是多於大耳洞的資本 大耳洞就很怕你死了 就好像特朗普那樣 他借人錢借很多的 就遲到破產了 破產它就回來了 破產它就回來了 因為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我已經不止一次過說 當它一到了破產機制的時期 其實我儘管這樣說 破產法是保障有錢人的 不是保障窮人的 因為破產法 它突然一出的時期 然後他就說我破產了 這樣就開始就跟我說 我跟我計算身價 我現在就剩下10元雞了 身價 我之前借了你100元 怎樣呢 那你那100元 我就只要用10元還你 那你想想 我借你100元還你10元雞 中間那90元 我不知道它在哪裡 是真正是經營運作虧了它 因為我不找其他方 不知道去哪裡 擠走那些錢 那跟著債主拿回10元雞 如果我是用一個無糧的債仔的話 我原來寄了有30元在其他地方 那於是一個債仔 將他身價是多過原先的債主 所以我說 一啟動到這個是破產機制 沒有問題的 恒大一啟動到 只要接受了 那就行了 就算不接受就怎樣 我真正來破產 你收我的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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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我的樓之後 那跟著怎樣 喂 這個是爛尾樓來的 那我現在蓋了是三成而已 那麻煩你接收了的人 你如果要真正拿回 你就要多給七成的資金下去 去蓋 蓋完之後 還要有東西死 你賣出去才行 那即使我馬上把樓 你收了樓 我馬上把樓交給你 我就沒有債了 是不是 我還了 就是這麼多的 你想想 所以為什麼碧桂園 一定會可以討論延展債期成功 一定可以的 因為它大 不是 借的債大 如果你只是借那三幾十元 你還不到 那你不被人打到 就真的吐血了 真的人家不是 現在借你三幾百億 你這麼厲害 你就打死我了 打死了之後的時鐘 你都不知道要怎麼搞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中 一進入一個破產程序 一進入了一個這樣 延展債務的程序 全部有得救 最怕你借得不夠 所以很簡單 所以怎麼今天內房股 全部都爆了呢 我也很壞 我以前曾經寫過一段說 其他人賺了錢之後 將賺了的部分 拿去買內房股 怎麼知道它這麼快就升了上來 那就真是捉不到這個 這是鹿的 捉不到這個鹿 根本就沒有國好脫 是不是 就是這樣 所以 很多人擔心 哎呀這樣就死 這樣就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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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因為未破過產 未借得夠大 小人不可以予 大債仔予 我們的平常人 怎麼會有條件 去借人家一百幾億 是不是 有一個人 香港有兩個名人 都是借債 是什麼 第一個 是董事家族 他借債 很慘 他借了日本仔的債 日本仔那些大銀行很大 相對於你的債務來講 不可以動搖到他的根基 所以 他很辛苦 被日本仔 禁住你來欺負 另一個人 鮑玉哥 他借的錢 是借匯豐銀行的 他借匯豐銀行的規模 一定沒有日本銀行 當時在70年代的時候 沒有日本仔的規模這麼大 所以他借了之後 大家的船務業運不好 出現了的就是匯豐銀行 迫著一定要跟他 再繼續給他錢 於是 他就把他的船隊 做了登陸艇 衝了上去狗倉 收購了狗倉 今時就是狗倉 這個是 是不是 這個是香港的借炸要借得大的成功例子 說完了 所以我只是告訴大家 有些人要破產 但是這些問題 完全很多人 對於內房的問題 就是說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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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不行了 放心了 是不是 一啟動 一個就是 我死給你看了 這樣的情趣 就有得救了 整個很努力去賺錢 給你還錢 就沒得救了 說完了 因此 人家一看到之後 你看到大市資金 已經慢慢進來了 今天也不用說了 馬上一聲上來了 是不是 因為上午都已經好像去了 不知道七百多億 好了 然後怎樣呢 這些北水資金流 北水開始慢慢進來 這個呢 現在北水資金流的情況之中 你看到 有入就很少出的 有入很少出的 大市資金流 都是慢慢 這個就是累積了上來了 你看到 累積上來 八月了 以後 已經有 是一千三百多億 今天應該過到 他應該一千五億左右 收市了 現在還是下半週 是不是 很簡單 再歧視我們看看 有哪些錢進來 美團 小鵬汽車 港交鎖 一港交鎖升 市便可以 再跟著 小鵬汽車 沒問題 美團 中國海洋石油 沒問題 等等 南欧科技 很多東西都是 科技股方帶領 中國石油 就差一點點 累積氣車 差一點點 碧桂園 好像差一點點 今天又不同 好 留意一下北水 我到這裏已經告訴大家 留意了 這個平均線度可以上升 最主要就是 上面入的多出的少 因為之前說的 日出日入的 都不知道你怎麼炒 是呀 就不知你怎麼炒 就是這樣 把所有人都篩掉 到現在 去到現在 看到 又入沒有出 其實這個情況 就是這樣 這個已經說了很多次 只是有些新來的 認中的話 你可以再去看看 再遲些 我免得說 好了 再歧視我們看了 今天當然是版派升得多 版派升得多 保險店 為什麼一定要看保險呢 因為保險 就很多時候買些債來收益 如果債去碰的 那它就可以了 地產好碰 接著我們要找那一隻銀行 銀行在哪裡 銀行應該不會綠色的 應該不要綠色的 不要綠色的 不是真的 真的 銀行應該不會綠色的 銀行在這裡 銀行在這裡 就是紅色的販售 駛市死極有限 其他的 就是什麼 汽車什麼 電子的零計 好不好 好了 來到這裡之後 我們看看 個別版派怎樣 不用了 一片紅 一片紅 那哪些會差一點呢 有網易會差一點 匯豐好像又不升不跌 新州國際 還有就是生物能源 還有其他這些 反向走向當然是差 今天的騰訊是升了2點幾% 不過升得最多還是阿里巴巴 其實阿里巴巴的走勢是比騰訊好 刑副基金升 就看到了 是不是 這個市就升了 既然是這樣的事 我們看看 是否還可以 看看那個大市 先 大市在這裡 都已經 又再是一件事 說 又畫這件事 因為始終 這個都是很重要的 是資訊來的 很早之前 畫了一個雙營走勢 雙營走勢 就是這樣 就說市會這樣升 這樣升 這樣跌 這樣升 這樣跌 這樣跌 哇 跌穿了 你還不死 之後就說 它會開始 回來之後 就去回 破普利加通道中族 跟著去上去 這次會是升到多少呢 升到 二晚 二零四 二零五 二零三 二零二 沒有所謂 總之應該這個趨勢 還在升 會不會 是升穿這個頂 我個人是比較樂觀的 我個人是比較樂觀的 講第二句了 這個世界 凡事沒有絕對 跟著看事情 對吧 今天可以有什麼要看呢 留意 中國遠景國際 中國遠景國際 為什麼要看它 都要看它